注意,这些食物千万别生吃,小心寄生虫爬遍你的全身 今天东风,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寄生虫鞋带量最多的六种食物 第六名生鸡蛋 相信不少七零后八零后都听说和喝过生鸡蛋 大人们传言喝生鸡蛋可以清热 但是这些家长打开鸡蛋可直接给孩子喝是不可取的 由于鸡蛋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卵不能被杀死 容易引起腹泻和寄生虫病 它是行走的虫窝,舌尖上的美味 第五名福寿罗 福寿罗每年产卵达30万个之多 每一个福寿罗体内都含有八九千条寄生虫 这些寄生虫只需一小部分进入人体内 就能破坏人脑的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该寄生虫后 轻则发烧拉肚子,重则生命难保 北京一家川菜馆推出一道凉拌罗肉 用的罗就是福寿罗 这道凉拌福寿罗两个月内 让87名顾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第四名小龙虾 吃小龙虾是一个技术活 吃食一定要谨慎 卫生监管部门表示 用烤、炒、烟等方法加工 并不能将小龙虾体内的废弃虫囊幼全部杀死 尤其不能食用小龙虾的虾头部位 第三名牛蛙 牛蛙是外来物种 果然不出所料 牛蛙在我国一面试就受到了时刻的欢迎 九十年代就开始被大范围推广养殖 牛蛙虽然好吃 但如果处理不当 很容易将寄生虫吃到肚子里 牛蛙身上携带的寄生虫种类非常多 最多的就是慢食猎头用 这种寄生虫进入人体内后 可侵入眼部和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血液 后果严重吃者自负 第二名黄膳 黄膳相比于其他鱼类来说 肉质要更加的鲜嫩可口 但黄膳体内含有非常多的寄生虫 其中的恶口腺虫最为致命 严重时可导致癫痫 肢体瘫痪和脑膳 第一名生鱼片 生鱼片和生鸡蛋一样 人们喜欢它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生字 有人说在吃生鱼片之前 用白酒和芥末可以杀死里面的寄生虫 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生鱼片里面含有华质高西虫 一旦感染 便会在你体内疯狂繁殖 对肝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总结 生的和喂熟透的食物千万别吃 如果你管不住自己贪吃的嘴 就有可能卖不开你健康的腿 不要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 而忽视我们身体的长久健康